高雄市六合跟城工路口凌晨发生一起建车跟休旅车互撞意外 一旁的宪兵对执行官兵听到巨大撞击声响 立刻拿着警示锥冲到现场来警戒帮忙报警 原来是休旅车的驾驶跟朋友喝了添加米酒的牛肉汤 返家途中擦撞计程车就测值0.02 不构成公共危险 而小黄所在的乘客还好平安无恙 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 交通警察还没来 两名宪兵已经站在路中指挥交通 而两部车的驾驶跟乘客在路边满脸惊魂 直接黑色收旅车跟计程车车头撞车头 小黄的引擎盖掀起 转角电箱倒塌地上满是碎片 事故现场地上还有玻璃碎片 被撞倒的是网路线路箱 工程人员忙着抢修 临晨4点钟横向休旅车跟直向的计程车在成功六合路口碰撞 强力撞击休旅车还大回转 而这一转50公尺旁的宪兵队直勤官听到立刻跑来支援 一个路口离宪兵队很近 所以说发生车祸之后 宪兵队有出来协助指挥交通 小客的驾驶 他在昨天晚上有 食用一些含有米酒的牛肉汤 所以说才有一些酒精的成分 休旅车驾驶酒测值0.02 原来他深夜跟朋友喝完牛肉汤返家 途中擦撞继承车 附近直勤宪兵协助警戒 幸好两部车驾驶跟乘客都平安 记者来为左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